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教练正是散打儒帅赵学军 草创期的内蒙古散打队没有任何有基础的学员 赵学军只能四处奔波寻找散打苗子 著名散打名将校三少安虎 蒙古王纳顺隔日乐 草原雄英隔日乐图 和保利高便是赵学军第一批学员 保利高是中国大陆首位WKA世界自由搏击联盟 90公斤级金腰带拥有者 2002到2003年 保利高获得散打王中量级冠军 曾在泰国主场的中泰对抗赛中 KO泰拳高手汐提说 路帕八 是第一个KO泰拳王的中国选手 被称为泰拳杀手 2005年12月27日 在中俄争霸赛上 保利高击败俄罗斯超级拳手虚多围棋 获75公斤级冠军 2010年8月9日 在内蒙古挑战保利高卫免赛上 保利高击败土耳其一德国级拳手亚亚 成功未免WKA9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保利高早前练过摔跤 所以在散打的替打摔中 摔也变成了他的拿手武器 把传说中的占衣十八跌 发挥得淋漓尽致 盖业偶对摔法也非常着迷 保利高的比赛 看到我无比兴奋 或许你不知道 保利高除了散打与自由搏击赛事外 也参与综合格斗赛事 2007到2008年 参加英雄榜 获得了第五第六第八和第十七 第85公斤级冠军 在比赛中连续获胜 打出了完美战绩 保利高于2006年至2008年 担任新疆省 散打队教练工作 后来到北京从事MMA综合搏击教学 及训练工作 在这段不长的教练工作中 最大的成就 就是发掘了李景亮这个搏击人才 十年之后的今天 李景亮已经被称为 中国UFC擂台最好的拳手 称霸亚洲 威震北美 保利高也参与电影演出 在2011年拍摄的新版《水谷传》中 饰演的是大刀观胜 值得一提的是 另一位散打王刘海龙 也在戏中饰演急先锋所超 我们不仅能看到散打王两位传奇人物 曾在擂台上的激烈对决 还能看到他二人一身戎装 转战沙场 真刀真枪的厮杀 也属是有趣 保利高亲身经历中国散打历程 练习散打20多年 如今的保利高 正在试图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 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 只要他在北京 就会亲自训练俱乐部的运动员 回忆起当年的散打王赛事 保利高说 散打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难得的财富 最重要的一份荣誉 直到现在 在很多散打搏击的相关工作中 也还是继续受益于散打王赛事的影响 保利高被访问曾说过 喜欢散打 散打是两个人之间的搏击对抗 我觉得他很真实 实实在在 来不得半点的虚假 要凭实力 没有实力就要被打败 被击倒 所以是要靠实力进行对话 他也希望有个像当年散打王那样的赛事 做龙头 希望散打早日拥有属于自己的顶尖赛事 保利高为散打的无私奉献 盖伊尔我也是十分敬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将陆续推出更多 关于散打运动员的视频 如果你有喜欢的散打人物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